六年前,广东武川一名四九岁的青年庞华欣 在回家的途中,发现有四名女学生在水塘溺水了 于是跳进两米多深的水中,救起了这四名女孩 六年后,二十五岁的庞华欣,五星患上白血病 最后四名女孩得知后,立马感难看望,并卷出了自己的心意 经过治疗,庞华欣的病情开始出现好转的迹象 因旗下要缘,暴出略童事件 两个月前在美国上市的学前教育公司,红黄蓝教育盘前暴跌 截至北京时间4月20日,十七时四十分 盘前下跌11.53美元,跌幅达43.17%,报价15.11美元一股 已跌破发行价18.5美元一股 我这里想说一句,继续保持这个跌势,不要停 据外媒4月20日的报道 澳大利亚在今年9月进行了第一次全国性的抽样调查 内容涉及网络媒体新闻的参与和实践 访问了1000名8岁到16岁的澳大利亚未成年 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人认为自己可以区分假新闻和真新闻 有三分之一无法区分真假新闻 剩下的三分之一对自己的讨论力不能确定 近日,浙江金华的四鱼政部门放流了8000公斤的鱼苗用以进化水质 主要是寄予,通过鱼类吞磁类和微生物 以生物链等形式达到节水效果 但是随后就有大量钓鱼爱好者聚集在雾江江边钓鱼 人数还是有些多的,甚至有的还钓在半夜 相关负责人说,接下来会及时调整放养的时间 地点和鱼苗大小,以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美国61岁的克罗伊全身都很健康 但是他最大的梦想是像残障人士一样生活 他曾多次伤害自己,甚至找医生做手术让自己瘫痪 医生说他患有身体完整认同障碍,这是罕见的心理疾病 克罗伊平常生活会坐轮椅来伪装成残障人士 但是怕罗地和登山的时候还是会用脚 祝君到了中午的铁藤心脑环节 不知道该说什么,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试试 不觉得这种丑蒙丑蒙的很可爱吗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